卓西湘卓越国小林修凡还有邱一玄同学 8月中旬参加在菲律宾苏乌市所举行的 2023亚洲青年射箭公开赛 荣获了二金三银一同 而卓西湘公所在9月份的升旗典礼中 特别表扬两位小选手 表扬卓乐国小射箭选手林修凡 邱一玄两位同学勇夺 2023年亚洲青年射箭公开赛 二金三银一同的友谊成绩 在卓西湘公所同仁的见证之下 乡长田桂花亲自颁发奖状 以致鼓励 很开心因为那个 其实赛前状况不是很好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那个感觉回来 有回来 然后越说越好 就是比赛前做着努力 然后就是做的事情在比赛中 都有把它做出来 告诉自己不要紧张 然后大胆做出来就好 没有想很多 林修凡 邱一玄 今年8月中旬 在教练的带领之下 前往菲律宾参加 2023年亚洲青年射箭公开赛 分别参加个人对抗 团体对抗 个人排名等比赛项目 我们两位小朋友 我们林修凡同学 获得两金一银 那我们的秋一玄同学 获得两银 在12 13岁组 这个部分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大概在国小 三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练起了 佐西乡公所 在每个月的第二周 都会固定举行升旗典礼 全体同仁共同参加 会中除了有各客室 轮流带动健康操之外 并且适时举行表扬 乡内或公所 有优异表现的 乡亲及同仁们 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同心 再来要有爱国的表现 最重要的是 服务的心 要一起让佐西乡的服务 透过这样的一个申请典礼 表彰我们所有 佐西乡公所的团队 以彰显我们 以服务为目的的精神 卓乐国小全校 总共有29名的学生 射箭队只有4名 校长表示 为了让小朋友产生兴趣 同时朝射箭运动发展 108年学校特别建立了 一座佐西乡唯一的射箭厂 同时聘请优秀的射箭教练 来指导小朋友 希望培育出未来的射箭国手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